成龙的非婚生女儿吴卓琳一直是在风口浪尖上的,频频上热搜,出现在各大媒体头版头条上,但是最近剧情发展太坏了,大家一下心疼这个女孩一下目断口呆,前几日就被网友爆料在多伦多社区里巧遇她和她的女友,并且还看到相当吃惊迷雾,她居然在附近垃圾战时慌。 将那些丢弃的物品循环再用,网友们纷纷猜测她是不是落魄到剪垃圾为生了,剪垃圾加上成龙私生女标签,再次让大家心疼了一把这个女孩,但是突然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,看吴竹林和女友的社交正好更新动态,她已经在加拿大开公司当老板起来了,社交平台显示她是某公司担任老板,这么快怎么突然就有钱了? 而且从她自己社交账号上生活分享来看,是真的生活改善富裕了不少,她和女友穿着得体很多,手上也拿着那种高级香烟,一点没有之前的总破了。 也不想之前网友听说求助成龙耐烦,难道是成龙已经私下悄悄给予她帮助了? 网友们纷纷表示怀疑很有可能,她在加拿大开的还是媒体制作,就是影楼那般的公司,网上注册是个体经营固,摄影器才不是笔小钱的。 这么快能有这么大一笔钱,也难怪网友猜测是不是成龙暗地里悄悄帮助她了,让她度过生活难关,并且她之前在香港就是学习摄影的。 现在看来也算是学乙之用了,公司在多轮度开业,社交平台专业可以看到公司有摄影,疼,并附上平面图,价目表等。 她还发了一张很不错的文艺照片,虽然照片中两人的脸遮住了,但是能通过刺青和发型轮廓看出,就是吴卓琳和她三十岁的女友。 她对这位三十岁女友是相当爱了,还透露了她们已经订婚了,平时社交平台上经常夸要女友如鲜鲜下巴,根据媒体透露她能一下子情况变好,与她父亲有关系,虽然是非婚生女儿,但是外界都知道这个女儿存在,落魄到时慌,可能真的也是不忍吧。 还说很早前成龙就女儿视频求助她后,就把一出当地豪宅托朋友给到她了,可能是因为女儿求助视频那句我是成龙的女儿触动了她吧,大人世界里孩子是无辜的,何况还是她如此窘迫的情况下,绑住她也是情侣之中了,念则猙獰,文中图片以用字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